杨泉山 Evangel, Tsai. 行政长官崔山先生 后任行政长官何一诚先生 同胞们 朋友们 今晚我们欢聚一堂 共同庆祝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周年 在这美好的时刻 首先 我仅代表中央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 向全体澳门居民致以诚挚的问候 时隔五年再次来到澳门 深切感受到澳门发展日新月异 澳门同胞当家做主风貌 昂扬向上 澳门特别行政区前进步伐 坚实有力 从2003年签订 内地与澳门关于 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到2017年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 再到2018年 再到2018年 从2002年推动博彩业适度开放 到2004年提出建设中国与普与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 再到2007年提出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回归后的澳门 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路径更加明晰 经济快速增长的态势 从2007年实行幼儿园到高中的15年免费教育 到2012年完成万九公屋 再到2018年实施双层式社会保障制度 回归后的澳门大力改善民生 澳门居民安居乐业的获得感 幸福感不断增强 从1999年的午夜立法 到2009年完成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 再到2018年完成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成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回归后的澳门完成800多部法律 和行政法规的制定修订 同一国两制方针和澳门基本法 实施相适应的法律和制度体系 不断完善 从2005年 澳门历史城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到2017年 澳门被评为创意城市美食之都 至今已参加120个国际组织 获得144个国家和地区的 免签或落地签待遇 回归后的澳门 对外交往更加活跃 中国澳门在国际舞台上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不断扩大 同胞们 朋友们 回归祖国以来的20年 是澳门历史上 经济发展最快 民生改善最大的时期 也是澳门同胞 共享伟大祖国尊严 和荣耀感最强的时期 澳门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化 得益于一国两制方针的全面贯彻 得益于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的大力支持 得益于特别行政区政府的积极作为 和澳门社会各界的团结奋斗 特别值得赞扬的是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 坚持把一国两制原则要求 同澳门实际相结合 勇于探索和创新 使澳门一国两制实践 呈现出许多亮点 第一 爱国爱澳 成为全社会的核心价值 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 声明 澳门前途命运 同祖国紧密相连 秉持强烈的国家观念和爱国情怀 将爱国和爱澳合而为一 回归祖国后 广大澳门同胞 珍视 民主 法治 人权 自由 等核心价值 并选拥有 并适应澳门成为国家一个特别行政区的历史转变 更加坚定地把爱国爱澳排在核心价值序列的第一位 无论是处理重大问题 制定法律政策 谋划各项事业 还是选拔管制人才 确定教育方针 把握舆论导向 都以是否符合国家和澳门利益 为首要考虑 特别是 面向青少年 深入开展 爱国主义教育 实现 所有学校 升卦国旗 奏唱国歌 全覆盖 使爱国主义精神 心火相传 巩固了一国两制 成功实践的思想基础 第二 宪法和基本法 权威 牢固树立 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 声明 宪法和基本法 共同构成 特别行政区 限制基础 依法制奥 首先是 首先是 依照 依照 宪法和基本法 制奥 自觉维护 宪法 和基本法 权威 建立体 协调统一的 宪法和基本法 宣传教育体系 大中小学 都设有 宪法和基本法 教育课程 要求公职人员 必须了解和掌握 基本法 在培训 入职 和晋升 等各环节 设置 基本法 考试程序 连续五年 举办国家宪法日 系列活动 推动形成了 尊宠宪法 学习宪法 遵守宪法 维护宪法 运用宪法的 良好氛围 第三 行政主导体制 顺畅运行 特别行政区政府 和社会各界人士 深明 行政主导 是基本法设计的 特别行政区 政治体制的 重要原则 体现了行政长官 代表整个 特别行政区 向中央负责的 根本要求 在行政长官统领下 行政 立法机关 既相互配合 又相互制约 并重在配合 司法机关 独立行使审判权 各部门 权责明确 依法履职 特别行政区政府 既注重保持政策的延续性 和稳定性 又与时俱进 顺应 经济社会发展 和民众期待 推进公共行政等改革 务实有为 努力提高施政能力和水平 第四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积极主动 特别行政区政府 和社会各界人士声明 伟大祖国 是澳门发展的 坚强后盾 仅仅把握 共建一带一路 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等国家战略 实施的重大机遇 充分用好 中央支持政策 把国家所需 澳门所长 和澳门所需 国家所长 有机结合起来 为澳门发展拓展新空间 注入新动力 澳门和祖国内地合作领域 日益拓展 合作机制 更加健全 合作水平 不断提升 有利促进了 互补互利 协同发展 第五 包容和谐 增强 社会凝聚力 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 各界人士声明 家和万事兴 和气志祥 讲团结 众协商 不争傲 不内耗 自觉抵制外来的各种干扰 不同族群 相互尊重 互助 有爱 多元文化 共存 共生 互荣 互促 街坊 邻里 守望 相助 河中 共济 广大市民 并肩 抗击山竹 超强台风 的一幕幕场景 感人之深 小城故事 充满温馨 同胞们 朋友们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七十年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经过全国各族人民奋发 图强 艰苦奋斗 我国 从一穷二白 到经济总量 跃居世界第二 从温饱不足 到即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综合国力 实现历史性跨越 社会 社会保持长期稳定 创造了 人间奇迹 现在 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 迎来了 从站起来 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 这是中华民族大发展 大作为的时代 也是澳门 与祖国内地 共繁荣 共奋进的时代 我坚信 具有澳门特色的 一国两制实践 一定能够取得 更大成功 澳门同胞 一定能够为实现 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 做出 更大贡献 现在 我提议 为国家 繁荣富强 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为澳门回归以来 所取得的 辉煌成就 为澳门 更加美好的明天 为在座 各位朋友 及家人的健康 干杯